Hello大家好,这里是杨兽 在上周的比赛中 AG取得了一胜一负的良好成绩 给所有看大红比赛的粉丝们深深的上了一课 先是大红败祖华容道 茶点三栋抽完会 我要是KSG 我就在这个BP里面设服 这时我等必全军覆没 然后奶茶就给AG弄了个中单酸菜鱼 跟射手一块坐牢 AG金融定眼一瞧 全是后期 而且一个清仙的都没有 坏了由卧底终止交易 于是那一天晚上 红粉们拿针线蹲在奶茶家门口 别问 问就是要给奶茶做针灸 而周五的晚上 大红也是成功击败了三连胜的RW侠 而这一战也是伊诺证明直案了 因为KG那场比赛输了后 诺子的评价也是一路下滑 虎扑都替伊诺官宣退役消息了 而这场在对线到本赛季玩适合最厉害的选手花云后 大红的粉丝们也是没有抱有太大的希望 但你要知道 AG这个队伍 你就不能对他抱有希望 你必须得质疑他 不然你猜AG那俩冠军都是咋来的 而就在这个buff的加成下 AG赢了大侠 在这里对大红的粉丝说 咱们再接再厉 质疑到底 不夺贯钱都消天的 不然我就给奶茶买开胆裤 让他去走T台去 那咱们还是老规矩啊 直接复盘这场比赛 先看第一局 双方常规半位 二打六直接锁了朵利亚 AG看到后 直接拿了一分离 不用想 弹幕这时候肯定都在刷 稳了 公导林拿出来就是一分 其实这个还好 总比选出来就是两分的强 拿了公导林跟下猴盾 就是在抢RW的英雄 但侠客从来办规则办事 直接选了双大亚连加敌人杰 很明显RW打提速了 在前中期阿迪装备没起来的时候 推塔过大优势 但亚连最怕什么 给各位三秒钟的时间回答 321答案揭晓 那就是世约的敏玥 怎么样想不到吧 然后AG选了豪达亚连的马超 前三手看起来 AG这边双边发育起来后 操作上前跟伤害都是很高的 而这把AG的打也是一个下猴盾 我还在寻死 这个丧起AG拿不拿的时候 奶茶直接给我上了一课 选了一首孙病 这英雄怎么说呢 因为现在是对线版本 所以辅助更倾向于协助射手对线的 而幽默炸弹人 一技能消耗伤害跟其他软斧差不多 最关键是还没有绝对的控制技能 技能更倾向于转线支援 所以在这个权势高回复 跟辅助人均治疗术的版本 这个英雄的抽赏率就直线下滑 but 这首孙病选出来后 我一开始也没看明白 可选选完后 我大受震撼 RW选了原流跟王少军 这俩就特别像赵怀真配王少军 拉回来之后冻住 而AG最后一首选了跟营正 去打王少军的队位 阵容整体看起来 RW这里更倾向于前中期的推塔运营 然后才是打架 AG这边则是发育 RW得在对线级 在四分钟后 对手尽快帮刘仁杰推到下一塔 然后转线继续推塔入侵 打AG双边经济还没有起来这个时间点 而这个时间点 必须得在八分钟前做好 否则大红双边起来了 RW打架也打不过 就特别像前两天 狼凌峰开起的第一局 双大压连进场 但没人跟伤害 也没有人能流入人 而这把AG更是过分 全是高疑速加戴位移的 还给你来了个孙兵全员往后跑 简直像你玩原始吃的激素 跟天使的蓝线 开大厦来后发现对手跑得比那妈博尔特还快 所以大侠阵容最优节还是推塔运营 而AG这里就很简单了 拖到八分钟 八分钟开始 AG双边经济起来了 就可以开始接管比赛了 反正RW也留不住人 AG这边还有个孙命 随便拉扯RW 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越是复杂阵容 全员越是蒙逼 而只要发育发育 然后就可以战斗的阵容 全员打那叫一个德行应手 而进入局内 AG的布局也是相当讲究 攻速力放中后 先帮夏务敦打篮 不跟王军抢线被打状态 而孙命去卡上路河道 防止人静也至于 在送完事业后 这也是帮马超抢线 而营正则放到下路 独自抗压敌人节 所以这把你就能看到世界级名画 成伤成队的1226 相亲相爱的孙马走合 跟下路疯狂坐牢的营正 但是这个角色高明就高明在 营正的手线能力特别强 这个敌人节本来是要推下塔 然后转线带节奏的 结果四分钟 这个夏务敦打的血量 是一点没掉 那么问题来了 明明需要提速的这种 而W队友到底在干什么呢 哎 请看VCR 不夸张地讲 这把王军思习后 一直在中路待着 原女儿也没有去上路 限制过马超 敌人节是想推她的都推不了 但这个还是能接受的 上路大飞都会自闭了呀 被马超追着出过呀 就差躲到防御塔下面 刷那个短视频了 大飞也是一点办法没有 只能放卡了 于是你就看到7分钟 经济5000的马超横空出事 而决定AZ赢了团战 就在7分半 大飞看到人后 直接大拨飞进去 而AZ就像我说的 这个阵容RW没留人的 也没有跟亚连伤害的 看见大飞忙上去 跑得比他们看到疫情还快 AZ拉扯完亚连后 直接反打RW 直接打了RW零换三 到这里 AZ的阵容强势器也就到了 RW哪怕翔跟AZ打也打不了了 一没开团手 二留不住人 三是亚连强切的 哇就是脱节 而第二把阵容 两个队就反了过来 AZ成了用脑子的那一方 你看AZ这个阵容 虽然像莫子炸弹猫 都是针对RW射服的点 所以前期对剑 就是得往死里干他们 然后运营推塔 不给戈亚强势器 打团的时候莫子给控制 然后达摩上墙 击杀何亚 大红这把想赢 就得中社府压制住格亚 而RW就是简单的 战斗爽 所以AZ这局 还是没有打过RW 这时候就是兄弟问了 为什么第二局 AZ输了你就草草带过 很简单 因为得控制视频的时长 我真是太诚实了 不过有一说一啊 AZ这个人就是打对线的 但这把RW下无敦选得好 下无敦在中路后 卡住了杨远环跟猫咪 不让他们倾线 然后转下路的机会 于是一路决定帮他们一把 直接带着莫子跑到中路 结果格亚开心了 这仨活爹终于走了 牢子终于不用坐牢了 就这样 格亚得到了良好的发育环境 而阵容越打到后面 莫子的作用越小 所以RW阵容的速度上 做的就很不错 不过这把阵容打到中机 AZ还是能主动出去 找机会打RW一波掉点 也是相当不错的 就比如诺子的搜上枪 中右蹲到了格亚 打了RW掉点 为队伍缓解了敌方节奏 所以诺大无需多言 再就是第三把阵容 在RW选大次命后 AZ也是选了父子组合 而众所周知 别的队伍在拿到鲁班后 那就是真正的保射手阵容 不管其他队伍怎么切AD 在队友的同场保护下 鲁班就跟黑马楼里的 黄蜂大圣一样难杀 为什么要拿黄蜂大圣做比较 以为我卡关了 再现求救成 而AZ的鲁班也是另提袭境 别人家鲁班在大狮子链子的保护下 上来就是消耗 而一怒的鲁班就更像诱补器 放了根绳色在那施美人技 然后RW又补成功 直接来了不需要保护的奥影 强开头来的脸颇 留人异心跟收割的飞 而AZ则是拿了挂重伤的功本 来打打死命 然后拿了真机分割战场 最后拿了挂杀的老相 这时候就有长得帅的观众问了 老杨你又在尬黑 这把下落怎么就挂杀 你这是尬黑 尬黑 要不然是你从屏幕里跳出来 咱们来比一比碎酒 啊 你想要碎酒 这把双方阵容其实差距都不大 就看双方局内运营了 先是AZ把一根鲁弹跟一个黑弹 调到了上路 让他们去打二达陆边路 看似鲁般去打大死命 实际上却是AZ一怒会失AZ阿布 而发射路则放了下落特去手 换线来规避烈史 低情商换线规避烈史 高情商不让双方对坑鲁刷短视频 而这把AZ抓机会也挺好 先是两分半 呸 先是三分半 薛染在下路被凹影压二打 非看到后过来一技能下墙 接大招打了薛染一套 虽然赶快开大眉伤 规避伤害 然后敖影三火加染线去打牢下了 牢下得亏在塔下没被打死 妈的 AZ的发射路果然有毒 王者要是真他妈好玩 再看到敖影没大没闪 飞也没大后 终于日常常视野 他先是给到一个往下走的视野 视野消失后 直接二级灵进草 配合卢大击杀B5人 侧面连坡杀阿神机后 AZ急火杀掉连坡 而AZ也是扩大优势 推掉了2W外塔 而决定胜负的 还得是上路这一波 7分40秒 AZ看到RW两个人落头后 攻本直接顶上去溜人 而大帅这波聚细节 他不是走到大司命脸上拉人 而是先走到二塔 大司命B往后走的位置 拿大招最远距离 斜着去拉大飞 这波大飞真的 只能往前闪 往后闪正上拉回来 只能说大帅这波真的戏 最终AZ打了波零换三 RW打团阵容 连个西洋团都没打出来 就裂开了 这时候真的是 RW没输 但是RW的水晶已经冒烟了 最终大红以13分45秒结束比赛 没有给到RW的大后期 最后一把 AZ选了一套中后期阵容 而RW则选了前中期 打提速阵容 讲真的 RW这把阵容选挺好的 孟奇又克制到大司命 猫咪也又克制到手约跟太乙 阿里装备起来后 也能打AZ圣手的装备差 RW这时候都可以说 全方位压制 优势在我 但是 AZ也是选到了一位 真神英雄 元流之子 在这里 杨子可以给官方做一段 全新的元流的出场动画 先给各位观众朋友们先看一下 大红这把就是得往中后期拖 只要拖到中后期 首约装备起来了 AZ就有一战之力 而到了中期 RW还是只有三个人头 防御塔也是推敲一坐 反观大同也是三个人头进账 稳稳的拖住RW节奏 但RW毕竟前中期比AZ强 所以还是压着AZ打 但还得是大帅最细的一波 先是七分半 我们来看一眼公孙黎视角 大家都知道 AZ这个辅助有多吓人 先是公孙黎给到下二压力 然后太乙露了视野帮队友进线 此时太乙给到的RW视野信息 是往后走的 公孙黎看到后 才敢往前1技能翻墙 去消耗大辞命 结果挥伞一看天都塌了 谁也没想到屁股跑过来 一个太乙来蹲伞 AZ直接击杀了公孙黎 然后入侵野区击杀米月 提前进入AZ的节奏 这一波我们来看大帅视角 妈的这小子 他妈原来早有预谋 这视野卡的 他妈真戏啊 最终AZ以15比6的人头比 赢下本大场比赛 挺进了胜的组跟年度总决赛 坏了 一分黎的buff失效了 总的来说 AZ这一大场打的是相当漂亮 红粉纹的网络狗要传 简是保住了 选手的呼吸拳也是保住了 圣着组的名额拿下来了 奶茶的裤衩子 也可以不用缝了 接下来AZ就看打大狼 然后挑对手了 也希望AZ能继续加油啊 同样RW也能及时挑选过来 来备战球赛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全部内容了 我是努力要成为 高质量视频博主的杨瘦 看来比较smile的小伙伴 可以来点个素质三连加关注啊 在这里跪球了 什么 你说下次一定 剖开结果论不谈 难道UP主就不值得 一个三连加关注吗 所以都给我通通的拿来